1月20号,山西省统计局发布2022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,山西省全年生产总值为25,642.59亿元,这也是山西省第一次突破2.5万亿元,按照不变价格计算,比2021年增长4.4%。 其中,以农林木、渔业等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340.40亿元,增长5.1%,以采矿、制造、电力、建筑业等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3840.85亿元,增长6.2%,以零售业、交通运输、住宿、餐饮等第三产业增加值为10461.34亿元,增长2.7%。 可以看到,第二产业在山西省生产总值中占有较高位置,其中,最为重要的煤炭资源,为山西生产总值迈向2.5万亿元,做出了突出贡献。 2022年,全省归上煤炭企业高负荷运转,千方百计增加煤炭产量。 原煤产量13万0714.6万吨,增长8.7%,位居全国第一。 山西省广工省居市,也由2021年时候的16个,增加到2022年的24个。 在这背后,是山西煤炭企业,每天约有23万产业工人日夜粪站在井下生产一线。 要保证,每天产量达到356万吨。 同时,2022年,全省发电量4153.3亿千瓦时,增长7.5%,外送电量1463.7亿千瓦时,增长18.5%,在去年,山西省煤电器产量均创历史新高。 可以说,山西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,做好能源大省,默默贡献着巨大力量。 山西在2022年的全省生产总值中,除煤电的量演表现外,非煤增长也很迅速。 2022年,非煤炭工业增长8.7%,比煤炭工业增长7.6%,高出1.1%。 这对于山西省产业转型步伐加快。 5年来,山西省累计投入技术改造资金88亿元,推动传统优势产业率先转型,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,推动六星突破。 如泰钢不锈高端冷渣取向归钢,山西中来高效单间光辅电池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,投产大销。 涌现出手丝钢,第三代半导体,新能源汽车等一大批新产品。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,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,年均分别增长11.6%,11.7%。 总体看,2022年,山西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,经济持续稳中加固,稳中向好。 未来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扎实,转型发展动门会更加强劲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